民进党这次召开了记者会 质疑国民党利用所谓的蓝鹰方案 在投票日接送民众投票 涉及了违法 而近期各部会也利用公帑大打广告 为马英九来宣传 行政不中立 国民党反击 只接送是针对党员亲友之间的人情考量 一切合法 而部会也有责任和义务 宣传政绩 呼吁民进党不要抹黑 拿出照片民进党用图像佐证 国民党真的利用地方基层 推动所谓的蓝鹰固本方案 根本就是汇选舞弊 这个很明显的 不管在图片 或者是说它内部开会的资料 以及我们所掌握相关的这个证据里面 这个都很明显的涉及到 性的选举舞弊 跟组织性的汇选的相关的这个嫌疑 所以我们要求特征组 必须立功启动侦查 那我们的重点是希望说能够 如果说有一些行动不变的人士 他希望说有人协助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个是针对认识的亲朋好友 去做协助 就像亲人一样去协助接受 蓝鹰强调都是针对党员做的服务 而且合乎选拔法规定 欢迎民进党检举 而绿营赛题数字 说的是各不会大花公家钱打广告 却根本都是在为马英九宣传 十月份花了四千五百三十万 十一月份花了四千五百一十五万元 十二月份花了五千两百五十一万元 总共三个月份统计一亿四千两百多万元 好大的数字 好浪费 只不过是在呈现说 这快四年多的时间 政府政的成绩单 本来各部会就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将他们的一个政绩 以及他们新的相关的规定 能够用前写一种的文宣 或电视广告 让民众都能够了解 你抨击我回应 你说违法我提一切合乎规定 越接近大选蓝绿之间的你来我往 更简济烈 澳雅卫视 林奇明王之聪 台北报道